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不妍 你别跟着我 她就是沈不妍 原来她不是病样子啊 沈不妍 真是丢了个习惯 剪个芝麻 是习惯还是芝麻 婉儿 婉儿 方才啊 我路过此处 今天这箱子里面咔嚓一声 我叫人把箱子打开一看 喜欢吃 这个东西就要剩了 这个男人叫夫妻封别 对对对 这叫碎碎平安 沈不妍 你能不能不要睁着眼说瞎话呀 况且不就是碎了几个箱子跟洗盘吗 我再买就是 走 你放开我 来 忙活了吧 回 b 你要干嘛 哎 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兄弟那种的质品 Fallon 여러분들多为大喜啊 请问需要点什么 给我来一 assum金盘子 嘿 好嘚 兄弟 你管管我这儿 管管 我算买不起金手势 我算买得起金包银了 你只要不和你爹说 他绝对不会知道 我就嫁你这一回 就图你个金包银 这要让别人知道了 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那 咱再去别的洗谱看看吧 玩玩玩 就为了洗盘不碎 你这也 也太浪费了吧 喜欢吗 客官 您看 我们这的绣品啊 也是一绝啊 真的 这是小孩的肚肚吧 对呀 您看 多可爱呀 不合适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我也觉得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我觉得应该闻只老虎 闻兔子也太晚了 对呀 虎头鞋有 我还没成婚呢 没关系 我先背着 客官 你看 您要的虎头鞋 可以 把这个 还有这些 全都给我包起来 好嘞 什么眼 你别跟着我 他就是什么眼 原来他不是病样子 真是丢了个西瓜 讲个知名 我是西瓜还知名 婉儿 婉儿 王爷 王爷 小的听闻 今日洗盘都碎了 依小的看 您就不该 娶个丫鬟当测试 越是不轻 本王便越是要娶 这是为何 硬的这不及之兆 剩下的不都是全情 剩下的不都是全情 参见王爷 那儿见你一舞 难以忘记 今日叫你前来 本王还想伤 王爷 奴婢真的配不上王爷 求您放过我吧 好 你告诉我 温婉儿有什么秘密 我就放了 从我接温婉儿第一眼 我就感觉不对 你告诉我 我放过 王爷 温小姐没有命 你不怕死吗 说吧 温婉儿背地里 用什么我说的事 如果说不出来 你就编一个 本王可以给你荣华富贵 我就是看不惯 温婉儿的那个国家 不想沈兄娶她 王爷对沈公子 还真是掏心掏肺 谁让她救我 那恰好 温小姐与我也有救命之恩 当然了 如果我现在出卖她 我能换来自由身 也有荣华富贵 但这和我的姐妹相比 根本算不了什么 王爷 不是所有的人 都想攀龙富凤 也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用朋友 来换取利益 如果王爷没有别的 什么风复的话 你别干不开 你站住 本王命令站住 我们温哥 枉目啊 我们温哥 看你一 remp 我们温哥 怎么到温哥 快到温哥 我们温哥 有点温哥 calendar 为什么非得是他了 再这样下去 我越来越不舍了 这是救人了还是造孽 你这样喂鱼 鱼都会死 那你喂吧 我这般对你 你难道就对我没有一点点心动吗 你明明在属性中那样容情万千 可为何现在对我如此贴持心肠 小姐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我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 你唐妹来了 我哪里来的唐妹啊 唐姐 别来无恙啊 唐姐 您身后这位英年才俊 想必是温家的成龙快婿 她只是暂住几日 你别乱说 温婉儿 听闻唐姐要嫁人了 未婚夫更是出了名的一表人才 若不是这位的话 又是谁呢 婚姻大事岂可当着外人面谈 我们里面去见 你 你做什么 你问我做什么 你来到我们家 自称是我的唐妹 还要问我做什么 我倒要想知道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家 你涂茶茶什么时候改姓温啊 什么时候叫婉儿了 打着我的名号 跟我的未婚夫亲亲我我 真有你的 我的大小姐 什么叫你的未婚夫 你有情郎 做人可不要太贪啊 我温婉啊 偏偏就要最好的 朱茶茶 本小姐看上沈不妍了 你现在立刻滚蛋 成全我了 那若是 我偏不可能 那我就把你的身份 啊 还有你这东拼西凑的家 全都给沈不妍看 那我也告诉沈不妍 你的那些情书啊 都是我来代写的 哦 还有还有 你和你那个穷橘子 花前月下 亲亲我我的那些事情啊 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还可以把它请过来 当面告诉沈不妍 你 涂茶茶 那咱们就各凭本事吧 好 我怕你不成 你不会真把它留下了吧 我不把它留下 还能怎么办呢 难道我要扫地出门啊 我要是真把它赶走了 指不定 它又会使出什么阴谋诡计 还不如就把它 放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我们还能放心一些 你就不怕你的沈郎 真被它勾去了魂 哎呀 你们俩个现在成了情恶敌了吧 那还不得出事啊 大宝贵真喜欢温婉儿吧 是吧 哎呀你们别逗了 我还不了解沈不妍嘛 她根本连看 都不会看到温婉儿一眼 折的假 不好了不好了 温婉儿他们你能我能 正处兵器出府呢 啊 个他没温婉回来 那情iono 你不啊 你要去哪儿 你们去哪儿 你跟他熟的倒是挺快啊 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